好 来我们来一起公布一下 最终这个神奇的结果 真的很神奇 现在为大家公布 最终的投票结果 首先 公布获得零票的学员 石凯 还有何韵辰 外舞 也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啊 我都习惯了 来念我的名字 云淡风轻 我也要慢慢习惯一生 承受 都习惯一生 也就是说 一共有四位学员 获得了票数 首先公布 齐思军的票数 齐思军 获得了 一票 我投 齐思军 我本来以为 他们四个人应该都会投他 可能理解那种 如果是我 然后 就 一下就 就被捶死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不太好 就 我不想投他 接下来公布 曹文奇的票数 曹文奇 获得了一票 这票投曹文奇 那完了呀 那完了呀 还四票只能二了呀 二 接下来公布的是 文涛的票数 文涛获得的票数是 一票 一票 投文涛吧 那么 批心获得的票数 是三票 他经过上一次 虽然已经有提前找到了 然后他一直在去 就是表现出自己没有找到的一个状态 如果这次跟上一次一样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能也会用这个理论来推他 认为他有可能会是找到尽调的人 同时间线上来说 阿普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他是最快推出出出门的世界 而且《储人的世界》其实也是会相对来说 是能想到会在《导播间》的 对 所以我这个 投阿普 对 投阿普吧 投给阿普 那么 蒲亦兴 究竟是不是 最终找到宝藏的人呢 答案是 你还是要不忘了 投阿普 投阿普 好 我真的不忘了 我现在已经听不起大风大浪了 是 谱哥就是厉害了 请蒲亦兴亮出自己身上的精条兑换券 你夹一下 呜 恭喜大家 检举成功 通行非诚遗憾 将不能拿走五根金桥 啊普是有打破 第四面墙这个意识的 主要 我也没话 我不知道该怎么演啊 不干事呢 就是已经拿到了 心满意得睡觉了 做事呢 在演就在演戏 就很 骗的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 就是那个阿浦 我觉得 被秀到了吧 我觉得从阿浦拿这个宝藏 我觉得确实挺厉害的 我觉得表现最好的 还是阿浦 你咋起了 你我又信任了 你我投了阿浦 对 我 也不找我 就是 我就是 呜 我就是 我就是 我的感觉 Lucas 你再说 远迹当作 哦 唯一怀疑的一个人是演刀 佩服佩服